剔除九百份 結果六百份是有效的 這過人是政府 你也太敢 選委會 基隆市的選委會 選委會 委員是基隆市 這個選委會的主任委員是誰 你知不知道 就是市長 當然啦 牽涉自己 他當然就要利益迴避 他不能當當主任委員 不過那些委員是 都是市長派的 哇 你也差不多 這要多送一點 慢免得第二階段 現在這個基隆市選委委會 先被踢掉了 不過從這裡來講 這樣過人 到底會嫁還是不會嫁 謝謝 不好意思 又刺痛了你的心 不會 我要 你有經驗嗎 先說一下 我已經都減屁了 減屁又掉下去了 要問哪一部分 要過不過 要過不過 你看第二 第二階段的階段 我認為這地方會很辛苦 因為電腦很辛苦就要很拚 那階段的位 過去 除了基本盤 藍道儀利以外 再來是民進黨這地方 全民政政 其實說這個都太大了 問題是說 你有印象謝國良 百免政 百免 人有不一樣嗎 有不一樣嗎 我們想這件事 你像我 我覺得我差不多 但是他是先開直播 他說林宥昌怎麼 剛才怎麼 他說內特有他自己的問題 現在一個百免之後 從電動機車來升級 來現在還會勾勾納路 以前的月費跟免月費 噢 有便嘛 所以有效 有效 他這樣有 一個百免之後 他的鳳梨這麼多 所以整個個百免 整個鳳梨更多 鳳梨更多 是那個意思嗎 所以所以現在 應該不是吧 假設 也不要說什麼人性本善性本惡 就是說百免進政的謝國良 跟百免治也不一樣 發動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關心的是說 他現在是冤的還是真的 你問我 我覺得冤的性分比較高 但是百免這個東西雙面嫩 什麼意思 你要百免治白衣的這四年 不能再當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他是冤的 你就現在要更大力 還要求人 如果你相信說 謝國良可能真的改過向善 一四人頑固子弟的形象 就是百免發動了喜心向善 現在都吃災念佛 每天都想著基隆市民 這樣你就不要把百免 但你又問我 我是說 我是覺得說 這應該表演的性分比較大 因為畢竟剛才百免 大家低減頭 就說這個我當初也不是這樣子想 我都專心施政 你如果一開始專心施政 才有這樣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現在是因為百免的關係 所以頭額比較低 如果百免沒過 頭額又贏起來 百免沒過就更囂張嗎 會更囂張嗎 一定變成本家理 所以基隆市的公民 這樣大家聽 對啦 因為免死金牌 你看他那時候多囂張 你看看 什麼謀天倫 每個人都要幫你做 慶祭公公的 現在百免沒過 好 我看一看 不知道再做什麼有的 沒的 你想不到的 所以很多網友都說 基隆市民勇敢的站出來 不要怕 不要怕 民主就是你最大的武器 沒能夠對你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不要怕的站出來 當然這個我們就看到了 蠻有意思的一件事 不過回頭我們要看 立法院都要亂 有人說中國黑白插手 有人這麼講 他是不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不過有人言之早早 中國一定有一隻黑手在裡面 不過在這個時候 中國利用陸軍官校百年的校慶 竟然要把我們的這一些退降等等 拉過去中國來慶祝說 我們臺灣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陸官百年的校慶 這是我們鳳山的陸官 所以耐總統去參加 其緬未來的軍官說 絕不接受首戰集中戰 這種說法 耐航不接受首戰集中戰 結果馬英九馬辦稱說 這是蔡英文的主張 就哀轟漁木混珠 為什麼漁木混珠 因為蔡英文當時 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那個報告裡面是寫說 寫什麼 寫一個很簡單的一件 在這裡 國防研究院的報告 白紙黑字寫什麼 寫說 中國軍方希望首戰集中戰 所以首戰集中戰是中國軍方的希望 所以我們說中國軍方有這種希望 我們把他們的這一些戰術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目標 把它寫在我們的研究報告裡面說 這是他們講的 結果 馬英九竟然把中國講的 變成好像一個結論 變成是蔡英文講的 馬英九你也太結婚了吧 會不會太離譜了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來 總統賴清德前一天在陸軍官校 黃埔百年孝慶致辭 就再度強調 無法接受首戰集中戰的投降主義 卻遭馬英九辦公室指控 卻發言是在引戰 他的意思就是 不能夠接受投降主義 所以他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接受首戰 集中戰的概念 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不斷的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然後不斷的要展現 我們這樣的一個決心 那我們在戰略上 也要針對這個敵人可能的行動 然後阻止發展我們的防衛構想 那以阻止削弱敵的 這一個公開的能力 顧立雄強力回擊馬辦說法 更強調我國要運用不對稱作戰 建構重層嚇阻 只是馬辦僅咬首戰集中戰的說法 就曾出現在前總統蔡英文任內的 國防政策研究報告 說這是解放軍的戰略目標 質疑難道現在是菜歸賴不隨嗎 這說法讓立委林楚英很火大 痛批難道是看不懂中文 這份報告寫的 首戰集中戰 應該是中國 也就是解放軍的策略對吧 這是不是割倒菜的喔 是不是一個偷換概念 集中戰這應該是中共主觀的一個期待 一廂情願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跟我們寸土必熟的這樣子的一個決心 我想不一樣 面對國家內部出現的質疑聲 物力雄穩健回擊 不讓在野黨做文章 所以我們看到耐靖德怎麼講 他說不為中華民國而戰的就是假的黃埔 因為黃埔當時成立就是為中華民國而戰 系俗剿共抗戰的歷史 陸關在鳳山開支善業扎根茁壯 因為中國大陸被中共佔領了以後 那個時候哪有路關 路關後來是在臺灣副校 不過這些退將們 有人說他們是無恥 有人說他們是勇敢 到底是無恥勇敢 因為他們說你越攻擊我叫我不要去 我就越要去 怎麼樣怎麼樣 一百年才一次 下一次的一百年 我不知道在哪裡 這樣也是理由 所以最離譜的 我們看到連勝文稱 臺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 奇怪 你們蔣家人都 全家人都也可以是美國人 馬英九你家都是美國人 除了你以外 你的兒子 你的姐姐全部都是美國人 蔣萬元說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句話還可以聽 這句話還有道理 連勝文指兩岸關係 都國民黨負責救火 奈瑞隆反擊說 你是蔡赫中國打壓臺灣 是你們配合中國在放火 自勝 到底這怎麼一回事 先談馬英九 這先談守戰集中戰 其實昨天這個賴總統 在這個盧軍官家一百週年的 這個孝親當中講的 我覺得聽得真的是讓人很振奮 這個不為中華民國而戰 就是假黃埔 沒有錯啊 你黃埔軍校延續下來 不就是陸軍官校嗎 精神不就是為中華民國而戰嗎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說有些 有些退役的將領 不參加這個臺灣的陸軍官校的百年校軍 寧願接受中國的統戰 跑到中國去參加這個所謂 他們舉辦的這個這個這個一百週年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 你可以感受到有多少人 他真的是心向中國 讓人心痛 因為還是那句話 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埔軍校就應該要在哪裡 那是捍衛中華民國 可是這兩百個去的人 都是國民黨黨員 對啊 我覺得國民黨要有態度 那我也贊成國防部要有態度 特別像有些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星星以上的將領這些人 你會讓國軍混淆 你的國家忠誠跟為誰而戰 大家努力了一輩子 結果可能因為你這樣子被混淆掉 這就是北京要的目標 就中共要的統戰的做法 可是我覺得賴總統 昨天講一句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概念 就是不接受首戰 集中戰的投降主義 結果今天其實昨天就是了 不然第一時間就出來講 這個就講說 首戰集中戰是蔡英文政府的時候講的 那個可是剛剛永哥都講得很清楚 國防研究院的報告是告訴你什麼 是告訴你說 中國的戰略是首戰集中戰 那馬英九二零二年年的時候 用這個東西講什麼 他說因為中國的戰略是首戰集中戰 所以他認為美軍不會來 不可能來幫我們 所以如果你要期待這個 這個中共發生戰事的時候 美軍來幫我們的話 那是吃人說夢 等等等等之類的 馬英九這樣講 那他意思是什麼 說不要打仗 跟中國和好 這不是投降主義 是他什麼是投降主義 所以首戰集中戰是中共講的 中共的希望 這個希望不可能達成 因為拜登已經六四講 他會出兵幫助台灣 所以換句話講 怎麼會首戰集中戰呢 何況台灣有那麼弱嗎 台灣軍力的弱 不就是在馬英九的時候造成的嗎 那我們現在 兵力有那麼弱嗎 很多國家說台灣沒那麼弱 不要看不起台灣 台灣是最危險 假如要打擊台灣 台灣是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他的防空系統是全世界 連以色列都說 比他們還要堅強 因為我們的飛彈是最多的 大家都在講 不過在這個時候 你看 去了這防腐百年 超過兩百個臺灣校友會 校友會師廣州 這些都是國民黨員 尤其是紀林聯 是防護型黨部的主委 看到了這個的時候 要讓大家看這一個 民眾黨張凱鈞 海峽論壇喊兩岸一家親 王婉瑜批與侵略者唱賀 民眾黨張凱鈞建國台辦副主任 說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民眾黨急聲明說 個人名義非代表黨中央 好 民眾黨嚇到了 趕快撞開 所以國民黨對這兩百個黨員 要不要切開 還是開除黨籍 當然我當然覺得說 大家的看法會許會不大一樣 就是說大家會認為說 這些人是不是背棄了他的一個黃埔的軍魂 但我覺得應該真的兩個層次 就是說當然不管是剛剛我想致盛老師提到 就是說他們這樣的作為 會不會這個對國軍的這個士氣有所影響 但我覺得應該分成兩個層次 對於這個黃埔百年的事情 如果你用歷史文化程式 他去去那邊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覺得也不用特別過於苛責他 如果是參加這個活動 是附和共產黨的任何的一個作為 但我覺得臺灣的民眾自有定見 會對他們這樣的作為 有自己心裡有一把尺 但是我覺得不用把他混為一坦 我覺得歷史歸歷史 那政治現實歸政治現實 就是說我還要回到整個臺灣的 目前的一個處境一個狀況 我想不管是馬總統講的這個手戰及中戰 因為我也自己親自問過他這件事 他也是這樣告訴我 他是看了蔡英文總統的這個國防 這個報告 他所講的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他的重點 就是希望臺灣還是希望可以 不管是避戰也好 或是備戰也好 那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你就是投降主義 我覺得也不也不需要這樣子 我想他也曾經作為國家元首 大家路徑不一樣 路線不一樣 可以溝通 可以論變 但是不要就一位說 你這是投降主義者 我想國民黨也是作為這個臺灣 這個主要的一個政黨之一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保衛這個中華民國的安全 跟主權的一個維護的一個完整性 那別人就覺得說 我們就一定是這個投降主義者 我覺得未必都是這個樣子 我想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說一個 做一個澄清 不過不保護中華民國 就不是黃埔人 所有黃埔退降參加黃埔軍 就擺了全部用力鼓掌 我們看那個鼓掌的那種用力 那種心就是黃埔軍魂就是保護中華民國 這句話贊成嗎 當然贊成啊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黃埔戰得很重要 不管從這個北伐或是每一場戰役當中 都有黃埔人在這裡面 就是為了保護中華民國 是啊 這個是沒錯啊 可是現在跑去中國那些人 不是保護中華民國 他配合中共要消滅中華民國 如果說黃埔就是 蓋著他 什麼叫做蓋著他 蓋著他就是說 上座皇帝我就聽誰 黃埔以前國民黨成立 但是現在叫阿強管他 所以他就蓋著他 這是用黃埔脈絡來說六軍的故事 那你就判將了 但你也會在古早 古時候如果宋朝你看 包括雲天祥等等 那麼多人為什麼不投降 不投降元朝什麼 寧可做正氣歌 自殺等等 就是要效忠 什麼營造去 換了朝代就 他是民主國家嗎 這就是贈開的將軍會說的話 但是我們有騎開的 你要說什麼 我們有騎開的 贈開的就說 反共富民 要民國的民也可以 反共富國 國民黨的國也可以 反共富華也可以 沒有 他就貼帶的概念就是這樣 換老闆我就換老闆了 貼帶換 所以他就要繼續去那個調台做官 所以 你也比較拜託 對嘛 我們要跟這些將軍公委 你看民進黨現在在做什麼 這樣調台不換 在中華民國還在台灣 調台不換 他就跑去別人調台 沒有啦 嚴必稱黃埔的概念就是這樣 因為黃埔有老闆 所以他們對人有老闆 那他們都鳳山軍軍 說黃埔的目的就是那邊換台 我們就對過了嘛 這歷史的不換下 所以有人說黃埔在台 他跑去廚房 靠到這樣 噢噢啊 所以 所以那些人 用這個 用這個 黃埔這兩人 其實要掩蓋就是那邊 那邊的老闆 我們對過了 就只有這個木頂而已 你還跟我說黃埔 說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 對 我說一下 聽不懂 這樣我也聽不懂 這樣啦 那之前小平哥說什麼 說國際局勢 要用什麼 橋牌的來講嘛 台灣打橋牌的人所 比較沒那麼多 我用馬俗來講 現在 好啊 我們順順的 美國在後邊的頭看 看來說 中國聽了五筒 聽五筒啦 結果 台灣打牌 你就有家裡 你不能把東西拼在走 尤其做總統的 你決定要打什麼牌 我親就說 我們絕對不接受五筒 馬英雄說 對方不聽五筒啦 那不是他們聽的 那打不夠啦 那你要聽什麼 打就打成了 打就打成了 他今天說 這個五筒不是我說的 那首戰 集中戰 那阿強阿強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我就問很簡單 要打嗎 這幾次要打嗎 你現在人家已經聽五筒 聽到夠了 聽到我們知道了 國宏博國 蔡英文政府的國宏博國 另外什麼 中共聽五筒 結果馬英雄出來說 沒有 我們要避戰 我們人民要有智慧 所以馬英雄就打五筒 我們打五筒 我們打五筒 排局就結束了 就不會戰爭了 我們是提醒民眾啦 提醒民眾啦 不是 我講一個邏輯很簡單 你也正比他們的五筒跟五筒 差不多 差不多 今天很簡單 賴清德說什麼 賴清德說 絕對不能接受 首戰集中戰的投降主義 這幾個裡面沒有馬 沒有鷹也沒有酒 沒有馬英雄 沒有馬英雄呢 也沒有說你排位 馬英雄自己跳出來說 哈 你現在要叫人萬家 要先爬戰爭 是殘酷的賴清德 帶向戰爭 你是對一句話聽不懂 你還要對話路做 沒有人要理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賴清德聽出來 他反對投降 他反對首戰 賴清德說的 他支持首戰集中戰的投降主義 不然你會有一個更好的解釋 不然更簡單 你都不然出來說就好 對不對 賴清德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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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德怕不記得他 當然要出來說 他出來說 記得這個社會 還有一個叫馬英雄 你出來發支持也好 你發反對的表示 你支持我們打五筒 不過看到這個 中共統戰臺灣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黃埔百年 其實就是一個政治活動 還在講說什麼 還是你越說越要越去 不然人坐實你的講法 其實你去本身就是坐實想法 你看中共收買藝人 你阻擋 立委說 若違反國安法應急延辦 女星何宜齊 歌手謝和璇更踢爆 有收到來自對岸單位合作邀約 只要一人配合發表建構新型兩岸關係的言論 可成為臺灣永和黨的副主席 每年可獲利千萬元 要怕死人用這個黑白髮亂髮 什麼這個主席有嚇人 主席可能是誰 主席可能是誰 胡扯亂扯 臺灣網紅拍片 是為中共宣傳的話 立委說應該要求揭露中國乾爹是誰 中共扶植臺灣網紅 藝人說威脅利誘 只會讓臺灣人更反感 所以昆誠 什麼叫做臺灣永和黨 你家都是找藝人 現在中國就是開始找藝人 找網紅 就是從這個文化來做統戰 他想說之前有抖音 有小紅書 那現在這些網紅只要去這個中國 介紹中國好的地方 回來跟這個臺灣的年輕人講說 你看中國大好河山多好 那個臺灣人應該都要去 我們臺灣也有大好河山 對不對 我們臺灣也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出國玩也不一定要到中國 中國很漂亮地方 北歐各方面都漂亮 你三峽很壯麗 我告訴你到挪威的峽灣更壯麗 今天不是說好看不好看 然後這個風景漂亮不放亮 最主要是中國是一個不自由的地方 是一個集權的地方 所以說你今天小網紅 那這些這些藝人去中國 然後中國按照中國的這個說法 說什麼 建構新型態兩岸關係的言論 那就可以給你多少錢 那當然有些藝人 他就是不想跪著賺錢 有些藝人覺得說我只要接受一次之後 我以後都會受到他們控制 所以他們希望在臺灣好好的賺錢 暫時賺錢 不希望到中國是跪著賺錢 拜託